啦啦队已成了台湾职业运动球团的标配 无论是在棒球场还是篮球场 啦啦队女孩的表演都能为现场观众带来无限欢乐与热情 虽然啦啦队女孩近年来曝光率持续攀升 像是QQ、蓝蓝和林香等代表性能物更让他们受到更多的关注 然而背后的职业生涯却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光线亮丽 近日,台岗雄英棒球队更传出将成立名为Wing Stars的啦啦队 入选的正式成员将获得保障年薪至少50万元起跳的条件 而这50万元并不包括绩效分红及商业合作 这样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对于50万的保底年薪,一件褒贬不一 一些人直呼太惨了吧,夏天热到流汤 冬天冷到靠北,整层也休息没多久,不是还算少了吧 认为这样的收入无法应付啦啦队女孩在夏天演乐和冬天寒冷的表演环境 且赛季忙碌,休息时间也不多 然而,也有人指出,10棒主场比赛数量有限 入选啦啦队的机会并不多 因此一场表演能赚取的收入相对可观 其他也有网友认为一旦跳出知名度 啦啦队只是增加曝光机会 后续的商业邀约才是重点 红了以后业外收入起码500万起跳 啦啦队并非主要收入来源 实际上,啦啦队女孩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球场表演、直播打赏和活动代言 当然,若仅给女孩基本的出赏费 她们的配合意愿可能不高 球团也难以稳定控制她们的表演次数 因此,许多球团会给予啦啦队女孩基本底薪 或者保证每个月至少会有约8到10场表演 以确保她们的收入 周边商品销售后 球团也会给女孩分红 卖得多就赚得多 这部分收入让一些女孩的平均收入达到了6位数 若按照场次来计算薪资 一场表演的收入通常在5000元到7000元之间 如果表演次数不多 月收入可能仅能维持在数万元 因此,有些球团会提供保障底薪 或是保证有几场表演的安排 除了球场表演 许多啦啦队女孩也会进行网络直播 与直播公司签约 每15天的直播时数又满20小时 直播时的粉丝打赏 平台会与女孩对分 有些女孩经营直播3、4年 累积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这让她们每年都有约百万元的稳定进账 然而 最能让啦啦队女孩大量累积财富的 是她们红遍之后所带来的效益 一旦成为固定的综艺咖或主持人 以及参与代言活动都会带来高额的报酬 再加上代言活动的收入 每月最高有机会突破百万 然而 这样的高薪不是常态 薪资常常起起伏伏 尽管有些啦啦队女孩年纪轻轻就能买房 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 近年爆红的乐天女神林香年仅25岁 但因很早就开始打工赚钱 担任过游戏直播主 外拍模特儿 再加上啦啦队的收入 22岁就存下百万元 她目前和家人一起在士林租屋 目标是在35岁前 在台北买房给全家一起住 有女孩感叹 月入百万当然不是不可能 但那是顶尖女孩才能达到的境界 全台湾职棒直男球团女孩 加起来约有1、200人 而赚大钱的只会是少数几位明星 其他女孩的职业生涯可能短暂 甚至没有赚过那么多钱 她们背后付出的努力与承受的压力 有时也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在娱乐圈中 啦啦队女孩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舞蹈技巧和形象 还需要有持久力和毅力面对工作上的挑战 她们努力地在球场上为运动员加油应援 同时也带来欢乐和能量给观众 让我们为这些啦啦队女孩的努力和付出喝彩 并期待她们在未来能有更亮眼的表现